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好 今天是美東時間12月29號星期二 歡迎收看自由亞洲電台 從華盛頓播報的亞太聯播 我是郭亞薩 今天主要的內容有 溫州一教堂十字架被政府強拆 信徒連夜重立 廣東惠州網民葉小禎 因支持香港戰中被判刑18個月 日韓達成協議後 荷蘭慰安婦也判日本道歉 溫州陸城區夏嶺教堂的十字架 於12月28日夜晚遭到當局強拆 教會信徒向本台表示 有關行動突如其來 令他們措手不及 不過信徒們連夜 已將被拆下的十字架 重新立起 以下是楊帆的採訪報道 溫州夏嶺教堂十字架遭強拆 一名教會信徒告訴記者 當局是在28日夜晚7點左右前來 當時因為是晚飯時間 教堂內只有兩名值班的信徒 完全無力抵抗 當局還封鎖了前往教堂的道路 令前往支援的弟兄姊妹無法靠近 他們是什麼時候來拆的呀 7點鐘他們就已經到了 但人來的不多大概有10人吧 大概有很多人是常便宜的 他們大概是幾點鐘完成強拆的 10點15分左右吧 正好是吃晚飯的時間嘛 大家都不在 只有幾個人在教堂裡面 外圍整個被他封鎖了 人都進不去了 人來了很多 也是跟他們有很多的這種教室 也起了一點點的程度 最終開始因為教堂的那個頂上 他們已經大戰了 然後我們就上不去了 該信徒表示 教堂近一年來屢屢被威脅要拆十字架 否則會搶拆教堂 只是一直沒有實際行動 此次行動令人措手不及 不過他們已連夜重立十字架 今年8月 協助溫州教會維權的北京律師張凱 就是在下令教會被警察帶走 日前警方釋放了張凱的兩名助手 但張凱律師仍然在押 關注事件的美國華人基督教會牧師郭寶勝 29日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 當局強拆下令教堂 意味著在溫州的拆十字架行動已接近尾聲 這個就表明那就是他蔡十字架的這個政治任務呢 他肯定會頑固的會堅持下來 這是他基督教中國化政策的一部分 減少基督教對整個社會的影響 俄治基督教迅速發展的這種勢力 他們認為現在的這個教堂的樣子 都是西方中世紀各特市的那種建築 高高的監察高高的十字架 這個呢全都要改 不過呢就是說下令教會的這個十字架 就說明了他在九江溫州地區的一個收尾的工作了 因為他在整個溫州地區的打壓在他看來已經很成功了 所謂的反抗力量抵抗力量他都被消滅了 該抓的抓 該這個屈服的屈服 該收買的收買 郭寶勝認為持續了兩年的強拆十字架行動 令溫州不少信徒不滿而自發脫離了官方三字教會 即使當地十字架被拆除殆盡 不過基督信仰並不會因此消失 有信徒在網上留言質問 為了拆掉這個十字架真是不惜一切代價 這麼長時間的精力與物資耗費都不考慮 試問拆完十字架以後政績在何處體現 社會更和諧 經濟更發展 還是黨群關係更融洽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楊帆的採訪報導 廣東惠州網名叫《湖面一州》的葉小禎 去年因為聲援香港戰中行動 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逮捕 惠州市惠城區法院12月29號做出一審判決 葉小禎尋釁滋事罪名成立 判刑18個月 其妻子中女士在判決後告訴本台 葉小禎不認罪將提出上訴 廣州市十位社會活動人士 和被羈押的維權人士家屬 12月27日在市內一家餐廳 舉行2015年的最後一次同城聚會 他們通過聚餐交流 回顧今年中國的人權狀況 展望即將到來的2016年 與會者稱2015年 中國的人權狀況出現罕見的倒退 聲援香港戰中的維權人士 遭到打壓甚至判刑 眾多的維權律師被監禁 其家屬被限制出境 他們表示在新的一年中 將繼續爭取民主與憲政 全球唯一六四永久紀念館 自去年4月在香港開幕以來 首次免費向公眾開放 由香港的教師表示 曾帶領學生到紀念館參觀 相信這次免費活動 將會吸引更多學生關注六四 下面請看心靈的採訪報導 香港政府正舉行為期五個月的 欣賞香港運動 期間推出包括免費招待 1萬名低收入家庭和人士 遊覽海洋公園等十大活動 希望借相關活動促進社會和諧 香港支領會12月28日 宣布響應相關計劃 將於下月免費開放 位於劍沙嘴的六四紀念館 共公眾參觀 直連會副主席蔡耀昌 接受本臺採訪時稱 在同時建造一些免費的參觀 可以吸引一些香港人 也包括一些遊客來我們這裡 第二我們覺得一些意義就是 也是對香港人一直以來支持 民運真正平凡六四的堅持 我們也調查我們對香港人的一些欣賞和感動 提出的這個三個月免費 香港人也包括其他希望來六四支領館的朋友 有一個免費的一個機會 不管它是不是香港人 我們都是歡迎 據了解六四紀念館的標準票價為20港幣 全日制學生 兒童 殘疾人士 以及長者的收費為每人10港幣 展館內設長設展覽和專題展覽 長設展覽主題為《勿望六四 呼喚良知》 專題展覽則以六四相關的內容延伸為主題 館內中央展區展示六四死難者遺物及傷殘者的證物 影視視及圖書格則提供六四紀錄片及八九民運的文字資料 同時香港教育協會全力支持該活動 稱會鼓勵全港中小學老師安排學生參觀六四紀念館 作為國民教育或通識教育的學習活動 並贊助所有入場費 包括學生和領隊老師 在大學任職的林老師告訴本台 早前曾帶學生參觀六四紀念館開闊了學生眼界 讓他們對歷史有了更多的了解 相信這次免費開放也會吸引不少學生來參觀 博物館也參觀錄西館劇其中一個 當年有中學生來過 他們會感覺到中國歷史原來有另外的一面 他們平常在學生遇到的不一樣 所以有很大的不同 氣氛也不同 支聯會自去年四月 在尖沙嘴富豪中心開設六四紀念館 但因為地點不變 參觀人數一直較預期少 早前支聯會曾致信鋼鐵公司 稱目前有不少外國旅遊書籍介紹六四紀念館 要求在地鐵站內增設相關指示牌 近日 鋼鐵終於接受建議 在尖沙嘴及尖東地鐵站內的指示牌和地圖 加標了紀念館位置 在網上收穫不少好評 支聯會的工作人員表示 希望可方便及吸引更多中外旅客和香港市民前往參觀 自由亞洲電台 特約記者 新林採訪報導 廣東省深圳市中天性電子有限公司 因資不抵債12月25日宣布倒閉 但是拖欠全廠2000多人兩個月的薪水至今未支付 28號和29號兩天 該廠近千工人連續到龍崗區政府請願 政府工作人員拒絕提供幫助 工人告訴本台當局出動300防暴警察 打傷多人 抓走4人 該廠工人潘女士告訴本台 他們當天連續到區政府請願 但還是無人理會 工人拿不到工資 兩三個月 11月份跟12月份 還有補償金 2000多個人 你們昨天去龍崗區政府討要薪水是吧 對啊 他們不理 只說只發兩個月的工資補償金 後面再說 因不滿當局課扣獎金 貴州省仁淮市的部分教師 自12月24日開始罷課 數天之內蔓延至全市中小學 12月28日上千名教師圍堵 仁淮市政府至深夜 與大批警察對峙 而在仁淮市政府大門外 教師將道路阻斷 大批警察在現場拉起警戒線戒備 當地教育局在接受本台查詢時指 沒有文件支持教師的訴求 領導們已經到各個學校做教師們的工作 但教師們卻表示 當局出耳反耳 言而無信 12月25日清晨5點 海南省昌江離族自治縣 石鹿鎮寶突村的數百名村民 抵抗當局強行徵地 遭當局出動的數十名警察 和政府方人員抓打 請看喬龍的報導 12月25日 海南省昌江離族自治縣 石鹿鎮寶突村的數百村民 不滿當局強行徵地聚集在田間 阻撓政府方人員挖掘及推瓶農作物 其間以警察以及政府人員數十人發生爭執 四位村民受傷 其後警方抓走13人事發當晚 村民發鐵稱 長江縣政府出動公安封鎖 村民的農田和村口阻止百姓抵抗 又將十多位已進入田間的村民圍困及毆打 打傷四位婦女抓走12個男村民和一個婦女 被打傷的婦女躺在地上哭喊著叫救命 村民上傳到互聯網的視頻和圖片顯示 持棍棒和盾牌的警察已村民發生推撞 村民用手推盾牌 而警察則用盾牌還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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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族村民成先生26日 告訴本台被抓的村民尚未獲釋 許多個這樣子的 有人打的一個比較慘的 因為我哥他們也被他們手機 被他們摸手走 那這次被打傷的都是什麼民族 都是離族的 我們村的 他們要強振地是用來做什麼 他們說要養殖那個山豬生物吧 跟我們家豬一樣吧 他只是在山上養殖山豬 據介紹寶圖村是一個離族自然村 有近2500位村民 全村以物農農為主 程先生說 當局以租代珍以每亩每月60元的價格強佔村民的根地為期30年 以租代珍是指擅自將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 同時逃避了交納有關稅費 履行更地占卜平衡法定義務 中國國務院 關於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 明確禁止通過以租代珍等方式 使農民集體所有的農用地進行非農業建設 記者26日致電鎮政府辦公室和派出所 單獨無人接聽 關注村民土地維權的成都六四天網 創辦人黃旗26日對記者表示 層次不重的原因 村民稱曾有海南省級媒體記者到當地採訪 但遭到當地政府人員阻止 他們希望中央一級的媒體關注 也希望國際媒體報導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喬龍的採訪報導 日韓兩國日前就慰安婦問題達成一致 中國官方媒體報導說 美國是背後的操盤手 有評論認為 官媒將美國視作兩國和解的推手 忽視了韓國政府長期以來在有關問題上的努力 是在謝澤 請看楊帆的報導 未安婦問題是日韓間持續了數十年的問題 日前兩國就該問題達成一致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12月28日 在與韓國總統朴錦慧的地話會談中表示 一想到前未安婦們難以用筆墨與語言表達的痛苦 我就十分心痛 作為日本國的首相 對此表示有衷道歉和反省 當天下午 兩國在外長會談後的聯合記者會上表示 雙方就解決未安婦問題達成了共識 作為對前未安婦的支援 韓國政府將設立基金 日本政府出資約十億日元 雙方外長確認 未安婦問題會得到最終的不可逆的解決 有關消息一經報導 立即引發外界關注 同樣與日本存在未安婦真傲的中國 官方環球網29日在微博上發表短評稱 困擾了韓日兩國關係多年的難題 為什麼能在一夜之間獲得撤離解決 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看清 是美國在背後大力操盤 不斷向兩邊施壓 促成和解的目的只有一個 遏制中國 而在釣魚島問題上 美國也在操盤 支持日本不斷挑釁 環球時報同日在刊登社評說 韓國在中美日韓這個圈子裡實力最弱 因而各方都願意對它示好 盡量爭取它 很長時間以來 韓國一直希望往中美及中日的中間靠 美國對此接受了 中國也應予以理解 查哈爾協會高級研究員吳菲 12月29日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 在這件事上 中國成了旁觀者 而中國的媒體同時也低估了 韓國的政治智慧 中日更應該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一些共識 因為中國的要求其實並不會比韓國多 但是日本希望和韓國之間 達成某種方面的協議 在美日韓同盟上面 掃除一些相關的障礙 中國媒體反倒過激地 估計了韓國的政治智慧 也就是說韓國不會讓這事情很快落幕的 如果很快落幕的話呢 韓國在美日韓的地位 韓國在中日美的地位 韓國在中南亞的地位 都會下降 韓國可能更加希望能夠在政治上 博取更多的主動性 河北自治媒體人朱欣欣則向本台表示 中國官方媒體將韓日和解 視為美國的功勞 忽視了韓國政府本身長期以來的作為 視為自身的不作為卸責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特域記者楊帆的採訪報導 大家好 日本與韓國星期一 就二戰慰安婦問題達成協議後 協助荷蘭慰安婦爭取權益的 荷蘭日本道義債務基金會表示 將促請日本政府 也對荷蘭慰安婦給予應有的道歉 荷蘭籍慰安婦人數 約在400人上下 部分荷蘭慰安婦 在十年前曾獲得資金補償 但有相當多的人不願妥協 仍期待日本政府能承認強徵慰安婦 並向他們值錢 荷蘭日本道義債務基金會主席 范瓦格坦東克說 對日韓這麼快就能達成協議 感到吃驚 他認為這明顯是來自美國 對日韓雙方的政治施壓的結果 台灣兩岸政策協會29日公佈總統辯論後 民調結果顯示民進黨 因人配置出度最高達45% 遙遙領先國民黨與親民黨的候選人 請看苗秋菊的報導 在台灣兩岸政策協會 於首場總統電視辯論會後進行民調 週二公佈結果 民調顯示 民進黨政府總統候選人蔡英文 與陳建仁的支持度佔45.1% 領先國民黨政府總統候選人朱立倫 與王如璇的22.1% 及親民黨政府總統候選人宋楚瑜 和徐欣穎的13.6% 在總統看好度方面 看好民進黨蔡英文當選總統的比例高達75.3% 兩岸政策協會副理事長譚耀南表示 支持度最高的蔡英文 在25日的第一場公辦政見會上 展開了新一波兩岸政策的鋪陳 指民進黨未否認1992年兩岸會談的歷史事實 也認同當年雙方都秉持著相互諒解的精神 求同存異 譚耀南說 這一段的所謂的 九二四十求同存異的談話 我想將會成為 選後兩岸政策的主軸和內涵的爛傷 這個雖然和習近平主席 那麼在11月7號透過國台辦的趙智君主任 在新加坡所提到的 所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 認同其核心內涵 雖然跟這個還有一小段的距離 但是毫無疑問 這個求同存異的磨合過程已經開始進行了 譚耀南進一步表示 這個磨合過程其中有一個不可缺少的要素 就是蔡英文之前所一再提及的 在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之下 以民主的機制來推展兩岸關係 或者說更明確地講 那麼我們認為說 這個就是 以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為股價的兩岸政策 他預期2016年總統大選後 政學界一定會就中華民國憲法的本文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以及憲政慣例和憲政解釋 提出各式各樣的討論 譚耀南說 九二四十求同存異 憲政股價民主機制 這樣的新的兩岸關係下 那麼憲法各表的提法 那麼勢必也會成為 我們大家討論思辨的一個焦點 兩岸政策協會特別針對各組候選人 在辯論會上的表現做調查 顯示蔡英文的表現獲得正面評價為 百分之六十二點四 負面評價則有百分之二十一點二 宋楚瑜辯論表現的正面評價達百分之六十六點三 負面評價百分之十五點九 而朱立倫的正面評價為百分之三十八點二 負面評價百分之四十三點八 是三位候選人中唯一負面評價高於正面評價者 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評論 他認為泛蘭的新生小黨已經出現 準備接受國民黨分崩離析後的勢力 國民黨將從此視為 前民進黨立委林卓水則認為 國民黨這一次恐怕會輸掉三百萬票 本次民調為兩岸政策協會 委託決策民調中心執行 訪問是於104年12月27日至28日晚上進行 成功訪問了一千兩百一十位的成年人 在95%的信心水準之下 抽樣誤差於正負2.28%之間 調查以台灣地區住宅電話為母體 並採電話號碼為數兩碼隨機方式進行 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苗秋菊台北報導 國立台灣博物館收藏超過百年歷史的64件 原住民布農族文物首度返鄉 回到台東縣海端鄉布農文物館展出 請看苗秋菊的報導 在台灣 國立台灣博物館與台東縣海端鄉公所 主辦KULUMAIN回家了 台博館海端鄉布農族百年文物返鄉特展 在企運記者會上 海端鄉的部落齊老 跳著原住民祈福舞 唱起小米豐收歌謠 並由老巫師現場施行祈福儀式 祈求古文物回鄉的過程 一切順利 台博館館長陳敬明表示 海端鄉布農族的文物館 有64件 會在這次的戰略 那也可以說說 我們台灣文物館 我們點藏附房裡頭 幾乎所有的海端鄉布農族 可以說起草而出 他說 這次文物返鄉 不論是台博館還是海端鄉 所出動的人力 創下最大的規模 陳敬明說 海端鄉從鄉長到我們村長還有我們祈老 我看也大概是重要的人物 也都起草而出 展明 為布農族語回家之意 特別用於叮嚀在外的族人 該回家時使用 在象徵意義上告訴文物們該回家了 可見族人對於文物回鄉展出的期待之情 企運記者會上率先展示了64件的返鄉文物中其中4件 包括獸皮帽、男子背心、改裝栓式單發步槍以及煙草袋 台博館研究員表示 來自於海端鄉物路社的改裝栓式單發步槍 槍柄上帶有布農特殊的問世 獸皮帽也是柔格皮質的男性狩獵衣物之一 男子背心則結合了布農族群社群 與布農族鸾社群擺布蛇問世風格 展現布農族女性精湛的知意 還有盛裝酒水的大陶罐、木湖、各種類型的鞭藍 與蝙蝠等生活器具 反映出布農族生活的智慧 記者會上 海端鄉的鄉親們 穿著原住民服飾跳舞吟唱呼喚 悠揚的嗓音渾然天成 時而低沉、時而高亢 透過歌聲呼喚我們要回家了 另一首祈禱小米豐收的歌謠 由男人圍成一圈 采用不同的聲部和音 因為布農族相信 聲音越和諧、天神越喜歡 這樣小米的種植就會更順利 海端鄉唯一巫師胡金娘齊老表示 海端鄉與台博館一來一往 經過無數次的溝通細節 他說 台博館收藏的這批海端鄉布農族文物 年代多數已超過百年 過去鮮少有機會獨立展出 這次能整批重返原鄉 深具歷史意義 這趟文物返鄉之旅 不僅凝聚了海端鄉族人的心 過程中也透過勤勞訪談 將部落文化記憶保留下去 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苗秋菊 台北報導 從禁言開始 然後他們禁書 焚燒圖書館乃至囚禁詩人 每當有新的傳播方式衍生時 當權者都會謀求審查 騷擾並監控言論自由 互聯網及其開放的言論平台 是當今思想交鋒的前線 社會媒體為言論自由 提供了嶄新的契機 但仍有超過60個國家的當政者 審查每個新的在線媒介 互聯網可涵蓋至世界的每個角落 公民因網上言論而遭受折磨 監禁甚至殺害 言論的自由表達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 該權利需要網絡自由戰時來捍衛 開放科技基金會資助 有關保護言論自由的研究分析發展 以及網絡工具與信息使用的項目 以協助受到審查干擾及非法監視的人士 互聯網可以成為我們的圖書館 會議廳公共論壇和麥克風 每個人都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 當言論自由受到威脅時 因為有您的幫助和支持 自由的聲音不會被扼殺 請加入我們的行動 關注並支持我們的項目 您可以為所有人的網絡安全 專機開放盡一份力 成立 Harle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